天賦 天賦 天賦這個東西 在我現代的事業來說 已經是沒有任何的優勢了 因為我已經出道五六年了 每一天 如果你睡醒 天賦這個東西 就是新的一天的時候 你就忘了你昨天發生的事情 無論你做得有多好 如果你今天做不好 你就是做不好了 無論你昨天有多失敗 你都要學會原諒自己 然後今天你要重新的出發 我當然是不想要自己被淘汰 因為你如果留在這個舞台 多兩期的話 你就可以有多兩個機會去表演 而作為一個歌手 我覺得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你在台上表演 而台下有人聽 說不在意名次 這個不是真的說 我拿第幾都無關 我只上去唱我的歌 不是這一個感覺 這樣太不人性了 不在意名次的那個意思 是你不會因為名次 而被控制到 你下一次在舞台上面 要呈現怎麼樣的自己 你不會因為外面的人 給你的評價 而去改變自己太多 情感上面的這個東西 是沒有辦法用評價評出來的 如果有一天你唱這個歌 你把人 你把 可能你不是 把台下一百個人唱哭了 可是你只要把台下一個人唱哭了 那這樣算是有感情還是沒感情 我覺得你只要保持你 在舞台上面那個 對音樂的喜愛的那個純粹的話 別人說什麼評價 其實都是別人自己的感覺而已 而絕對不會是因為 因為他是樂評人 他比較專業 所以他看得出來 你比較有感情還是沒有感情 我覺得最重要 讓觀眾覺得連不連接的起來 他們有沒有共鳴 這個才是音樂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而那個事實是 你永遠沒有一首歌是可以連接全部的人的 要看你唱什麼歌 有一些歌曲 我現在這個年紀唱的話 是沒有辦法表達的 像張學友如果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那個歌我現在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感動人 這是我一首我現在暫時還沒有說服力的歌 所以我不會去選那個歌 可是像汪峰老師的那個存在 我自己對那個歌詞非常的有感覺 雖然我表現的可能不是他那種 歷盡滄桑的那個空虛的感覺 迷惘的感覺 可是我對歌詞的理解是 我覺得我 在我這樣的一個年紀 我對生命 我對如何存在 其實是滿腔熱血的 雖然可能跟他原版寫的意思不一樣 可是在我這種理解底下 我非常希望能夠表現 我在我22歲的時候 我對我生命的那個熱愛 跟那個很有生命力的一個衝動 其實我剛剛出道的時候 16歲的時候 我經紀人一直罵我說我在台上面太呆 因為我的手部動作只有這樣 一直這樣 然後他們安排我去上那種什麼舞蹈課啊 台風課啊 我一直覺得好做做 你突然唱歌唱到一半這樣 八十年代 我覺得 就 感覺很落後 可是八十年代的人 他們是 真的自發的這樣去做 如果你現在已經 整個潮流都變了 你還這樣子去做這些 設計好的動作 我覺得是 很做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 我那個時候就一直覺得 上這種課幹嘛 我就覺得很不自然 其實在我準備去年紅館演唱會的時候 我突然學會了這個東西 如果你的心情是很興奮 或者是你很熱愛 你表演的那個歌曲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很自然的自己流露出來 我是喜歡的 我最早接觸的唱歌就是古典音樂 因為我外婆是教聲樂的 所以以前我在家裡面 首先學到的歌曲是 三套車啊 什麼莫斯科家外的晚上 那種歌 然後那些比方說什麼 中國夫妻來 我們唱著東方的故事 那些歌是我小時候常常聽的 古典是那個時候的流行音樂 是那個很久古時候 人去抒發他們感情的工具 所以你拿到現實生活來說 其實是真的有一個差距的 因為你現代人 表現你自己現代人情緒的 這個方法已經改變了好久了 所以 老實說 我覺得 可能 那種歌表現我外婆的情緒 會比較連接的起來 可是如果你讓我去寫這樣一首歌 我覺得我寫不出來 我自己還是會買唱片的 我覺得我感覺到 你只是在網路上面下載 比方說在iTunes上面八塊一首歌 這樣子下載下來 你的感覺不是你擁有那個 你的感覺不會是我珍藏了這個作品 比方說Muse 他們發最新的那張專輯的時候 香港就比較慢才有實體 我就等不及了 我就跑去iTunes買了 先買了 可是我買完之後 他們在香港發的時候 我還是跑去買了一張實體的 場片 因為我覺得那個 感覺太不一樣了 你真的把它拿在手上的時候 他們歌詞本上面的那個 紙張的質感 還有他們的照片 他們整個設計 真的會讓你更完整的 感覺得到那些音樂裡面 想要表達的東西 是一個更完整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那一部分還是要的 你去滿足大部分的觀眾的同事 我也希望可以去滿足一些 真的很喜歡你的音樂 想要珍藏你的音樂的那些粉絲 因為我自己是其中一個人 一個很真實的我 我的人生裡面會有很多快樂的時候 同時也有很多受傷的時候 那個分享 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的意思 不是說我有什麼 可以讓你八卦的東西 不是這樣子 我希望在我音樂裡面 能夠表現得到的是 很誠實的情緒 無論是我寫歌的時候 有多開心 或者是有多傷感 我都希望能夠完整的 表現給我的觀眾去聽到 我覺得說到底 音樂最主要的那個意義 就是讓別人感覺她不孤單 感覺到愛 如果 你有時候覺得很傷心 你覺得沒有動力走下去 只不過是因為你覺得沒有人明白你 如果 那些人經歷自己生命裡面 不同的經歷的時候 她覺得原來鄧子希也有她生命這樣的時候 而她 垮過了 她就不會覺得孤單 她就會有那個動力走下去 善 達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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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